一只可爱的小松鼠正在桌子上玩耍 由于上面摆放了很多杂物 小松鼠跳起来的时候碰到了上层的书 很快就有几本书掉落了下来 小松鼠被掉下来的书吓了一跳 慌不择路地跑到了旁边 这样的画面实在是令人感到温馨 今天就让人间暖雨 为你带来这个温馨画面的背后 更加温馨的故事吧 一个住在芬兰的家庭 在自然公园散步时 发现一只松鼠倒在路边 它已经奄奄一息 似乎很快就要面临死亡 看来它是潮里掉下来后 被鸟袭击了 小松鼠的一只眼睛严重受损 但幸好还活着 祖母为了救助它 把它送到了动物医院 在医生的治疗和家人的照顾下 小松鼠慢慢恢复了健康 也变得越来越有活力 刚开始来到这个家庭的时候 小松鼠的胆子还很小 喜欢独自玩耍 但是在相处了一段时日之后 小松鼠的胆子也变得越来越大 它开始活跃在家里的各个角落 甚至于有时候累了 小松鼠还会爬进家人的口袋里 在那里鱼快地睡一个好觉 虽然它跟家里人关系非常亲密 但是对于陌生人还是非常警惕 也惧怕陌生的环境 等到小松鼠长到足够大的时候 祖母开始训练它如何在野外生活 并决定将它放生 当家人把小松鼠放到后院的时候 小松鼠爬上了树 但是很快又跳回了家人的肩膀上 重复了好几次 一旦家里人把自己给藏起来 小松鼠就开始很着急地 寻找那些熟悉的面孔 看起来它因为受伤的眼睛 很难在野外生存 而且它对这个家庭的感情很深 舍不得离开这里 最终一家人决定将小松鼠留下来 彻底成为这个家庭的一员 毕竟如果强行把它放生到野外 小松鼠很可能会活不下去 何况家里人也非常不舍得这个小家伙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 小松鼠活跃在这个家庭的每一个地方 它在房子里跑来跑去 和家里人一起玩耍 一家人也因为小松鼠的加入 时常充斥着幸福的小生 家里人还为小松鼠买了一张特制的床 但它似乎不想睡在那里 总是会爬进其他人睡的床里 跟家人们一起睡 甚至有时候在家人的掌心里玩耍的时候 就这么睡着了 小松鼠很聪明 它会陪着主人一起玩吉他 也会跟主人学习很多事情 它为这个家庭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欢乐 这样温馨的画面 同样也出现在了纽约的一个公园里 这个男人应该是公园的常客 公园里有一些野生的松鼠 男人每次来的时候都会带上一些坚果 这次他带的是花生 很快有一只松鼠跑了过来 他用小手接过男人递过去的花生 站在围栏上专心致志地啃着 不一会儿 小松鼠又朝男人看了过去 似乎是在讨要更多的花生 他甚至还因此跳到了男人的身上 神奇的是 小松鼠不是全部吃掉花生 而是跑到男人的肩膀上 将花生放在男人的衣服里 他将自己的小石库交给了男人 似乎是在分享自己的食物 以感谢男人的头位 男人啼笑皆非 只好再次给了他其他花生 告诉他自己不缺食物 这样一人一数奇妙的画面 实在是太让人感动了 影片末尾 需要感谢各位支持人间暖宇 下期不见不散 除此之外 我们也想与你分享更多的感人影片 小海豚搁浅海滩 命悬一线的时候 一个男人及时赶到 拯救了他 他们分别的时候 竟发生了这样令人震撼的一幕 具体情形究竟如何呢 欢迎大家一步观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